大波妹子荒野求生到底有多狠 眼前躲藏在地洞之中的极品大竹鼠那是最清楚不过 遇到球妹的她 直接领了最新鲜的盒饭 再看看眼前的这条自以为凶猛的长蛇 竟然偷袭了球妹的狗子 这可是彻底地将球妹给惹弄了 当即就被球妹制作成了九转皮皮扇 吃起来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这样的倒霉蛋可不止长蛇 就连向来是有着三嫂之称的大蜥蜴 那也是差点就步入了皮皮扇的后尘了 本期的球妹还打造了弓箭 直接让荒野之中的松鼠和野鸡一类 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降维打击啊 而在庇护所建设上 之前球妹将荒野建造完出了新高度 直接利用塑料膜搞了一个透明的庇护所 这一次的荒台又有了新花样 在地下挖出了个两室一厅 不愧是荒野街的建造小天才啊 在塑料膜庇护所内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后 次日 球妹满怀期待地踏上搜寻美食的旅程 令人惊喜的是 之前曾经出没的小猴子又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在附近的竹林边上 球妹敏锐地发现了竹鼠的痕迹 虽然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但这次 球妹却凭借着一颗老鼠屎的线索 成功找到了竹鼠的老巢 她兴奋地拿起铁锹 开始挖掘起来 而小猴子和狗子则在一旁好奇地围观 球妹深知 在荒野求生中 充足的蛋白质是保持体力的关键 因此 她干劲十足地挖掘着 不一会儿便挖到了鼠洞的身体 大清早的 竹鼠刚睡醒就发现自家大门被拆了 于是口中发出了嗷嗷的叫声 仿佛在问候球妹 当然 这些鼠颜鼠与球妹是听不懂的 她只是更加激动地继续挖掘 竹鼠显然被球妹的举动激怒 她露出小半个脑袋 不时地仰望45度角 目光直视着球妹 然而 她眼中只有着两座高不可攀的巍峨山风吹梦 正当她看得痴迷之急 却突然着了球妹的刀 接下来的画面或许有些残忍 但我们还是选择将目光聚焦到其他更和谐的场景上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砍柴这个活迹吧 球妹手中的打野刀在砍伐柴火时显得异常锋利和高效 每一刀下去 柴火都被整齐地砍断 她的动作娴熟而有力 不一会儿便堆积起了一堆柴火 都说高端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方式 不过好的食材自然是需要好的炭火 准备好燃烧后的炭火时 球妹便将去除毛发和内脏的竹鼠给拿了出来 为了能够让这只竹鼠享受到360度无死角埋的烘烤 球妹还贴心地给她打造了一个竹夹子 将其夹在中间 并且采用竹灭将竹夹子的另外一侧绑扎牢固 将竹鼠放到火堆之上 让小伙慢慢释放热量烘烤竹鼠 这样的制烤之法 那才能够配得上这般的极品竹鼠肉 等待美食成熟的过程向来都是煎熬的 更何况还是极品竹鼠肉 别说是人了 就连猴子和狗子那都是望眼欲穿 恨不得先进入梦乡扑上去来上两口 也不知道她梦里的烤肉 能否有球妹烤的这般娇香四溢 色泽金黄啊 两个小时的慢火烘烤 这是球妹对于顶级食材的尊重 也是她对于美食的尊重 看着成熟的竹鼠肉 一时间狗子和猴子立马来了精神 而球妹则是将竹鼠给取了下来 接着拿出打野刀 开始切割着这只竹鼠肉的前腿肉 最终来上两刀后 这只竹鼠前腿便被球妹拿捏了 不得不说 球妹的手艺实在是太好了 看看这肉质外胶里嫩 汁水刺意 咬在嘴里那叫一个嘎嘣脆鸡肉味 吃得球妹满嘴流油好不舒服 人间烟火势 不外乎一餐美食 这句话在球妹这里可以说是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竹鼠的鼠皮部分更是十分的酥脆 听听这敲击之声 绝了呀 其背部的皮肉下方还饱含脂肪和蛋白质 怪不得球妹即便是在这荒野 也能保持这般的羞涩可餐啊 脂肪加上蛋白质 亦永远都不会变成地 当然好东西那自然是少不了狗子的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之后 球妹便要开始准备她的新庇护所建设 毕竟盘丝洞缺点也是比较大 选择了一土壤较为蓬松的斜坡地带后 球妹拿起手里铲遍对着大地挖掘起来 斜坡位置挖掘的好处便是 挖掘的土壤可以减半 而且挖出的土壤直接放在下坡位置 一进一出 两端都可以节省不少的力气 不过即便是如此 这样的挖掘工作也是很累和很耗费时间的 毕竟土壤越到下层越是坚硬 好在球妹可不是一般的妹子 不仅拥有坚强的心 还有着不屈的精神以及充沛的体能 然而就算是这般 球妹也是足足地耗费了一天多的时间 在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才算是基本完成了土坑的挖掘 土坑整体呈现为二型 前段主要是进出的通道 而后端的这个位置才是庇护所的核心区域 里面右侧的高台部分便是球妹的床啊 为了在夜间拥有着足够的温度 球妹还在床边挖掘出了一个火坑 当然 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烧火的话 那就必须考虑排烟问题 为此球妹特意地在火坑上方挖出了一个洞 这样的话烟气便可以通过洞口排出 完事之后球妹砍来了大量的长木棒 这些木棒将是作为地下庇护所的屋顶材料 将它们整齐滑衣地铺设在庇护所上方时 还得特意地留出一个孔洞 这个孔洞位置 球妹特意地设置了一道可以开合的天窗 这样的天窗既可以打开查看外部情况 又可以用来作为通风和采光的窗口 可谓是一举两得 至于大门的话 球妹先是在地面之上掏出了一个地洞 接着利用木棍制作出了一道木门 将木门的门轴直接装入到地洞之中后 一道可开合的大门便制作完成了 使用起来的效果可是棒棒的 最后再在屋顶上铺设一层杂草 以及周围种植上一些绿色的蕨类植物 作为遮挡植物后 整个庇护所看起来就好似融入到周围的绿植之中一般 这一夜 球妹便搬离了盘丝洞 来到了地下庇护所内 炉堂内的篝火烧得旺旺的 所有的烟气都通过烟道排了出去 天窗和大门透气性能都很好 球妹也不担心在里面会出现中毒的情况 搞了带来的最后一块五花肉穿在铁签纸上 再放在炉火一旁烤着 这是球妹搬新家的庆祝大餐 看着烤得焦黄焦黄的五花肉 一旁的狗子那是两眼直放光 烤熟之后 球妹拿出打野刀将脆皮五花肉给切割成了一块一块的 辛劳了两天 这下球妹可算是能够美美地补充一番蛋白质了 吃的那叫一个香啊 不过令狗子没想到的是 小猴子竟然也吃起了猪肉 这要是让大师兄和二师兄看到 西游记怕是要大乱斗了 他顶多算一只笑天犬 不是对手啊 一番宝餐之后 球妹带着狗子和猴子美美地睡了过去 第二日 一大早起来的球妹就来到了山林之中 毕竟目前要解决食物问题 没有食物的话 她的野外生存可是寸步难行 球妹在附近的石窟边上发现了不少的野物活动的痕迹之后 便准备利用长木棍的弓形回弹之力 打造一个捕猎陷阱 至于陷阱的攻击武器部分 球妹采用了削尖脑袋的细木棍 将其绑扎在长木棍末端 便可以利用回弹之力打出高额的伤害 而且为了增加击打范围 球妹可是一共布置了三根尖锐的木棍 之后利用树藤将长木棍向后拉回 再将树藤绕到击打范围内 做出一组平衡触发卡槽即可 一旦有野物触发平衡卡条 那么便会触发机关 当场就可能被直接带走 不得不说 在设置打野陷阱这一道之上 估计也就只有大雷可以压球妹一头了 在没搜寻到野物这几日 球妹倒也是没有让自己饿着 毕竟山谷溪流之中的美味可是不少 尤其是这种山螃蟹 个头肥大不说 而且味道十分的鲜艺 深受球妹的喜爱 最为重要的是 这种山螃蟹的数量可是不少 看看球妹这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抓到了一大串的山螃蟹 山螃蟹的烹饪也极其的简单 直接放入到炭火之中烧烤即可 最多十分钟的时间便可以烤熟 掀开螃蟹壳后 里面那叫一个膏黄满满 看起来就十分的诱人 每次都让球妹和狗子吃的 那叫一个爽歪歪 不过连着吃了几天的山螃蟹 球妹也有些腻了 好在这一次前来查看打野陷阱时 球妹惊喜地发现打野陷阱 直接送走了一只超大的松鼠 好家伙 这可谓是三剑都稳稳的命中呀 只能说这只大松鼠倒霉吧 将松鼠成功捕获后 球妹带着它来到了溪流边 开始细致地清理松鼠的皮毛和内脏 它的动作熟练而迅速 不一会儿 松鼠就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接着 球妹升起了火堆 并巧妙地搭建了两个支架 它将串好的松鼠整只放在火上 开始慢慢炙烤 随着炭火的烘烤 松鼠肉逐渐散发出诱人的焦香 肆意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就连在一旁围观的小猴子和狗子 都显得异常兴奋 它们欢快地跳跃着 仿佛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美食 终于 所有的等待都化为了值得的回报 烤熟的肉 外皮发出嘎吱作响的声音 而内部则是满满的汁水 看起来诱人至极 球妹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只后头 大口咬了下去 几口之间 她便吃完了这只美味的后头 接着 她更是直接拿起整只松鼠 抱着就砍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近几日螃蟹吃得有些蜜了 此时吃到这样的松鼠 对球妹来说简直是太过美味了 她大快朵鱼地享受着这顿美食 完全沉浸在了味蕾的盛宴中 当然 球妹也没有忘记身边的小动物们 她慷慨地分享了一些松鼠肉给它们 让它们也能品尝到这份美味 在美美地享受完这一餐后 球妹结束了这一次的野外生存之旅 她带着满足和愉悦的心情 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家悠闲地度过了几日之后 球妹再次踏上了荒野求生的征途 这一次 她计划打造一座别居一格的水上壁部所 为自己的探险之旅增添一份独特的体验 首先 球妹将砍来的竹子按照计划尺寸一一切割成段 她熟练地挥舞着刀具 每一刀都精准无误 接着 她挑选出几根最大的竹子作为力柱 并在这些力柱上开出了许多孔洞 以便后续地连接工作 然后 球妹将小一些的竹子插入到这些孔洞内 巧妙地在力柱之间形成了连接 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耐心和细致的手法 因为每一个连接点都要确保稳固可靠 围观的狗子和猴子虽然一开始很感兴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逐渐感到无趣 开始四处游荡 当两组力柱都连接好之后 球妹开始着手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形成整个庇护所的主力框架部分 她利用竹片和绳索 将开孔触过大的缝隙卡紧 使得整个框架更加稳固 这个过程虽然耗时费力 但球妹却乐在其中 享受着亲手打造庇护所的乐趣 接下来 球妹利用杠杆原理 不断地敲动框架 将其挪入水潭之中 整个框架可不轻 但球妹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成功地将其安置在了水面上 框架部分完成后 球妹开始着手制作楼地面 她将大量的竹子敲击开来 利用它们平整且面积大的侧底 作为楼地面的最佳材料 在利用绳索绑扎固定后 一个稳固而舒适的楼地面便呈现在了眼前 考虑到楼地面距离水面比较高 球妹还特意制作了一把竹梯子 这把梯子不仅方便她上下行走 还为整个庇护所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风气 相较于主体框架的复杂建设 屋顶框架的搭建就显得简单多了 球妹只需在立柱上巧妙地开出凹槽 然后将预先准备好的三角竹架稳稳地放上去 再用绳索绑扎的牢固屋柄 这样一来 一个稳固而美观的屋顶框架便完成了 至于屋面的材料 球妹选择了轻盈且耐用的棕梨树叶 她将一整串棕梨树叶精心编制好 然后由下往上层层叠加 形成了一片茂密的屋顶 这样既能遮风挡舞 又能保持屋内的凉爽 墙面部分 球妹同样采用了棕梨树叶进行绑扎 她细心地将树叶一片片地固定在立柱和横梁上 使得整个庇护所看起来就像水面上的一棵巨大的棕梨树 这样的设计不仅美观独特 还让住在里面的狗子和猴子都感到十分满意 毕竟 在炎热的夏天 谁能不喜欢这样一座凉快的水上小屋呢 整个房屋的建设过程耗费了球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当她看到这座美丽的水上庇护所时 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天色渐暗 球妹知道是时候准备晚餐了 她快速地做了一道土豆牛奶盖饭 香气肆意 让人垂涎欲滴 在夜晚的凉意中 球妹和小动物们围坐在一起 美美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饭后 他们又在水上小屋内好好休息了一遍 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无限乐趣